台東市政府農業局跟外部農會合作 在這個水流當 休閒農業局 來搭做一座一點三公斤的 蔡花中產 用不一樣的地方 來展現到在地的農產 跟這個高鐵的警官台 去陰很多人 非常回家 為空中來看大型高鐵的土 引起人的注意 要不有報道 跟火龍庫頂頂的農山異鄉 本來切實的中產 變成美麗圍堡 有真的鄉親全都來這裡欺負 東山裡去看過 南華屏東也看過 這一次的彩繪是我看過最漂亮的 為了搭做觀光的新兩點 台東市政府農業局 最近跟外部區農會 在水流當休閒農業局 做一個一點三公斤的蔡花中產 希望說可以享受在地的地性 將我們當地的一個農作物 像葡萄 火龍果 以及這個水流東 這個修行農業局的意象 跟它的主要的一個 警示的圖案 像這個高鐵 像這個銅花 融入這個圖案裡面 上海關上記 差不多可以維持到六月底 有影響親可以去參觀看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